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機械製造加工 今天要介紹的主角是軸承 關於軸承呢,如果對於這方面的零件還不了解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先前有介紹過軸承的種類篇 這裡我們會看到相當多種類 其實軸承在我們生活中運用是非常的廣泛 泛指說它是會做高速旋轉 或者是它必須要做精密的傳動 以及說它有承受力量及壽命的問題 這類的我們都有可能會看到軸承這個東西 那這裡呢,各位可能用過軸承看過軸承 但是呢不知道軸承到底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所以今天會介紹軸承從零開始來加工到完成 這裡解析給大家知道一下軸承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以及說我們透過這一個一連貫一條龍的製造過程當中呢 有哪些製程跟加工的方面呢 我們可以從這裡來著手去學習跟了解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軸承怎麼被製造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在製造軸承之前呢 我們要找到素材 那軸承呢,我們一般的素材呢 會使用軸承鋼 因為我們必須要它的強度呢 跟抗疲勞是比較好的 所以一般呢我們以軸承鋼是最常見的 那這裡呢我們又以熱鍛造呢 是最常見的製程 這邊的概念就有點像是 我們呢打鐵要趁熱 所以一般呢會把我們的素材 加熱到一定的溫度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應用敲擊的方式呢 敲擊成我們想要的形狀 所以有可能我們是用器具 當然用器具會比較多的 去可能分好幾次的一個沖壓或是敲擊 然後最終呢才變成我們想要的形狀 當然這些尺寸呢都不是最終我們要的 因為呢它還會有一些預留 等一下後面我們還要做加工 因為熱鍛造呢它不是屬於高精密的 我們一般呢就是因為素材的話 我們如果找一個實性的素材來加工成 類似這個環狀呢 我們要浪費的成本太多了 加工成本以及材料成本都太多了 所以我們運用熱鍛造呢 我們可以以相同的一個材料 可能會更少的材料 然後呢運用熱鍛造的方式 變成我們比較接近我們最終想要的一個尺寸 等一下後面再來做一些其他的加工 這樣子呢會更省成本以及接近我們想要的製程 那這裡呢我們先來了解關於熱鍛造的部分喔 再來我們的素材熱鍛造之後呢 就會比較接近我們最終想要的一個外型 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就要做一個車床的一個車修 把它在加工的更接近我們想要的物件 所以我們這邊要注意是更接近而不是它最終的 因為後面呢我們還有一個精密的製程 就是研磨 所以一樣我們的車床加工還是會有預留一點尺寸 但這次的預留呢會比熱鍛造帶少一點 所以這裡呢我們一樣要做一個車修的動作 你有可能是它甚至有時候會我們會搭配機械手臂 讓它是一個全自動化的一個生產的過程 那這邊呢讓大家理解一下關於車修這個部分喔 那我們車床加工完之後呢 我們的零件已經看似非常接近最終我們的軸層 但是其實它還有許多製程我們需要去處理的 像這一塊熱鍛造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熱鍛造呢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 退火、脆火以及回火 那它各別有其他的各別的用途 那這一方面呢是屬於比較專業的領域 今天會以熱鍛造來做同層 因為它有可能呢是要讓我們的 弓箭變得更硬 以及說可能有一些是要消除內應力等等的 那我們的這個軸層呢我們做熱鍛造的用意在於哪裡呢 我們最主要呢是要得到一個比較高的硬度 所以呢我們要使用熱鍛造這個製程 因為我們的軸層呢它必須要有的是要 它是高速旋轉 或者是插承載力必須要非常高的時候呢 我們的軸層呢是要有強大的力量 能夠承載強大的力量 以及說說命要高 它的安全趣趣要夠好 所以我們運用熱鍛造這個是我們的弓箭 或者是材質等等呢會有所不同 那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可能是 好像是生炭熱鍛造 調瓷熱鍛造 高桌坡熱鍛造等等的之類的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統稱熱鍛造 我們做這個熱鍛造的製程 然後把我們的弓箭呢變得更硬 然後呢我們後面呢再來做其他的處理囉 做完了熱處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精密加工 那這裡有人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先做 研磨 研磨完再來做熱處理就好了 那其實呢 一般我們如果做熱處理 或多或少呢 我們的弓箭 它會有些微的變形 所以呢一般我們都是 做完熱處理之後 最終我們再來做精密的研磨 這樣子呢我們最終的尺寸 我們才會是一個準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一般都是熱處理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精密的研磨 那研磨的部分呢 你有可能是端面研磨 兩面要平整 或是內進研磨外進研磨 都有可能 那一般軸層的配合呢 無論是外進內進 或是我們跟 裡面的滾珠的配合的地方呢 都會做研磨 因為呢我們的滾珠呢 跟我們軸層的環 內外環呢 需要做一個高速旋轉 那這個部分呢 軸層又是屬於機密配合的零件 所以它的表面的粗糙度 一定是要非常細緻 公差也要非常小 所以一般呢我們會用 內外進研磨這個製程呢 比較能夠做到我們最終想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這樣子呢 這部分 研磨的地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研磨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終想要的一個尺寸 那當然我們在 前端的製程呢 都會預留一些 可以給研磨的部分呢 給它研磨掉的 研磨在台語呢 又稱 Chemma Gia 做Chemma 就是這個用意這個意思 我們做一個精密的加工 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囉 那接下來呢 就是鋼珠的部分的製造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組裝的時候呢 鋼珠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裡先來介紹鋼珠的部分 那鋼珠的製程呢 其實它非常像我們的螺絲的製程 它是屬於 一樣 我們是透過素材 素材是 可能是一整卷的鋼線 它有一定的一個線徑 然後呢 我們透過一個 機器 然後把我們的 線材呢 送料進去之後呢 做一個充壓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鋼珠的部分屬於冷斷 是冷斷罩 我們先打出一個球體 當然這個球體是還蠻粗糙的 因為它表面還會有許多毛邊 那當然這部分會透過 好幾道的製程 慢慢的把我們這個毛邊去除 以及說我們的鋼珠一樣要做熱處理 熱處理在完之後一樣再做一些處理 那慢慢的把它拋光 把它拋成類似鏡面這樣子 表面細緻度會更好 滾柱的部分呢 也是類似的 那當然比較大型一點的呢 可能會用側床側袖的方式 去做處理的 那它做法大同小異 一樣要做一些精密的研磨 那以及保持器的部分 那一般保持器呢 就是要保持我們的鋼珠 或者是我們的滾柱呢 在一個位置 固定在一個位置 然後做一個旋轉的運動 所以保持器一般呢 我們可以用板筋的方式 所以板筋沖壓呢 可以做出這個我們的保持器的部分 所以板筋沖壓呢 是很常見的製程 我們去用沖床以及板筋呢 沖出我們想要的一個形狀 後續呢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的應用了 好的 那部分的軸層呢 它必須要經過表面處理 那表面處理的用意在於 它要防鏽 那不一定是每一種軸層都會 那部分呢 軸層會用到 那這邊就提一下這邊的製程 那表面處理的話 一般呢 我們是分部分呢 就留給大家去做探討 那這裡呢 表面處理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主要是要防鏽的 那這一部分呢 讓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再來也是 非常關鍵的一個製程 那這一部分是屬於 我們要量測它的硬度 對不對 這個硬度值到底落在哪裡 到底我們熱處理完之後呢 這個硬度值 有沒有達到我們要的 那如果沒有達到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做調整 那這方面呢 屬於 有瓶檢的部分 以及說尺寸 那尺寸這部分呢 比較常看到的 我們都是用三次元量測 因為我們的量測呢 會需要比較 精密度比較高一點 因為軸層呢 它是屬於一個 精密元件 所以我們的量測的工具呢 當然也相對會比較精密一點 那量測完之後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 一般都要去做一個量測 這樣子呢 我們才能知道 我們的軸層到底可不可以用呢 接下來呢 軸層就快要接近最終的一個 完成品了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一般如果是有品牌的 或是我們軸層呢 有些型號 假設是6005 6902等等 這類的一些型號呢 我們呢 一般都會在這個鐵環上面呢 做這個字樣 那這個字樣怎麼做出來的呢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用 雷射雕刻 直接把 我們可能是品牌 跟它的型號呢 刻在上面 所以上面會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 數字 英文等等的一些代號 它呢 所代表的就是 這顆軸層是什麼樣的規格 所以 這方面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運用軸層 或是我們在運用一些 零件的時候 軸層壞掉 我們就非常需要看這一個 雷射雕刻的它寫字 我們才能知道它的規格 我們要怎麼去購買其他的地鐵品 來做更換 那所以 雷射雕刻 就是這個用意囉 那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安裝軸層呢 那安裝的時候呢 一般我們就是有 外環 以及內環 然後鋼珠 跟保持器 所以一般呢 我們都是外環 跟內環呢 跟鋼珠先來做結合 那這部分組裝呢 會有人工以及機器 兩種 一般我們看到比較大型的 可能會用人工來做組裝 因為這樣子呢 有可能一些機器是做不到的 那如果小型一點的 我們必須要大量生產 我們通常會看到用 機器自動化的 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才可以 更快速的去製造它 這樣子我們的人力成本等等呢 會比較符合我們的 一個製程 那這方面呢 我們所看到的 鋼珠呢 我們排放進去之後 或者是我們的滾柱 那這樣子其實 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會發現 鋼珠或滾柱 它可能會亂跑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用保持器 來 保持器呢 我們就可以從字面上看出 它就是保持鋼珠外環 或者是鋼珠 或者是滾柱 不小心刮傷了 那這顆軸塵呢 基本上就是爆銷了 它就是沒有辦法順暢 它的壽命就會降低 順暢度也會降低 那這部分呢 需要有一些技術的一個部分的層面 你必須要去理解它 以及說 我們要怎麼去調整我們的機器 讓它自動化 製作出來的軸塵呢 它的品質是良好的 那當我們組裝完之後呢 其實最後一個步驟呢 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的軸塵 組裝完 你的尺寸都對了 硬度也對 那你的轉起來也非常順暢 保持器也OK 那這部分呢 如果你就這樣出貨了 那這顆軸塵 還不是一個完美的 它的壽命其實還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的軸塵呢 必須要再做一個助油的動作 所以一般呢 我們會用助油機 做一個定量的助油 那也有可能是人工的 去按壓助油機 也有可能是機器 自動化的 那我們做了這個助油的動作之後呢 光是這個小動作 它就能提高軸塵的壽命好幾倍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你的軸塵一定要做助油的動作 那助完油之後呢 我們的軸塵又會有分 有一些軸塵就會像畫面上示意這樣子 它滾住的軸塵 它就是屬於分離式的 就會直接助完油之後來做出貨的動作 那這部分 軸塵的助油呢 是相當重要的 那這部分呢 讓大家理解一下 那最後呢 我們來總結一下 軸塵製造的部分 那這裡呢 我們介紹了軸塵加工的 一連貫的一個製程之後 各位對於軸塵這個零件 是不是有更了解的呢 原來軸塵呢 也都是從素材 然後透過非常多的製程 製作而成的 所以都是從無到有 這樣慢慢慢慢的做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回過頭去看 在製作軸塵的這個製程當中呢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技術在裡面 那這邊呢 如果各位有忘記了 我們可以回過頭去看一下 像是熱鍛造啊 車床熱處理啊 研磨啊等等的這類的 那這裡呢 我們所看到的 一般我們看到一個小小的 軸塵的零件 原來它有這麼多技術在裡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製造 機械製造加工的部分 來更了解軸塵 是什麼樣的元件 為什麼它是精密的 那它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那這裡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